江苏扬州 因为一场疫情 进入到一个封城的状态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连不断 这位是从镇江 有一位老太太 她想去扬州去烧香 为当地人起伏 这是她跟警察说的 结果掉在长江里面 被警方的船只救起 疫情到现在 人家说这已经是第三起了 前面有一个流浪汉 没钱 想绕过南京 就用一块木板 上了长江想飘走 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奇奇怪怪 想法不一样 所以这种欢乐性的新闻 往往看评论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有网友说 他想去给人家祈福 为什么干嘛非要到扬州去 扬州的寺庙 是不是想去打麻将去了 我一直在想去 说明年 你一直在想去 事情 解放